回答几个朋友们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 唐DMP能不能轻引拖挂房车 相比较于原来的2018款 2021款的唐DM DMP跟DM其实半斤八两 各有所长 一个是电量更多 这个是445度电 那个就20多度电 差了一半的电量 发动机那个是2.0T的 这个是1.5T的 各有所长 所以你如果牵引 比较小巧一点的拖挂房车 我说的小巧就是1.5吨以下的 唐DMP是没问题的 能保住电的 真正的在平地上 你只要开的慢 它是保电是没问题的 开560国道 这是保电是没问题的 哪怕1.5到1.8吨的 超过1.8吨的 我是不建议的 毕竟这个车辆是承载式的车身 虽然双轴的 球头下跃力其实并不大的 像我这一台现在是控制在100公斤 因为它双轴的话 两根轴 四个轮胎的接触面积更大 所以重量是压在轴上面 压在轮胎上面的 这个房车 1.5吨到1.8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点 1.5吨以下很多配置上不了 你车身如果超过6米的 配上水电 大水大电 洗衣机 太阳能板这些都配上去的话 可能会超1.5吨 选择商轴是一个方案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唐DMP是6档的 那么现在很多的插电混动 用2档3档 唐DMP是没有档位的 到底需不需要档位 它是这样一个逻辑 如果你是以电为主的 以电机为主的 发动机只是辅助你 帮你充电 或者说在巡航的时候可以直驱 那么就不需要档位 因为只要有档位产生 就必然有顿挫 它换档 理论上是会产生顿挫的 那么这个车辆在 以电为主 加速度都是依靠电的 那你要档位干什么呢 我的 只要一个档位 让它发动机充电 达到我合适的一个工作区间 我就直驱 达不到我这个合适的 最高功率的 最佳状态的情况下 我就不直驱 到这个区间我就直驱 不到这个时间 我直接发动机来发电 电来驱动车辆 所以这样的车辆 反而比有档位的能耗更低 唐DMP是6档的 现在有些车辆是三档的 包括雷神的混动 现在普遍反应 能耗高 油耗高 因为又要做到动力 又要做到节能 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那以前的 丰田的车 它就做节能 它把这个工作区间 恒定在最佳的一个 工况之下 但是它做不到动力好 因为动力一好 它的一个工作范围 就出来了 最节能的这个工作区间 就出来了 那比亚迪 唐DMP用电机的辅助 来解决一个动力的问题 所以说 有些朋友说 你这个唐DMP 怎么会带了车辆 你明明有100千瓦的 你平时就跑个 五六十千瓦 平均下来 为什么达不到一半 你要溃电 其实溃电 用电的逻辑就是节能 但发动机在 最佳的一个工况 30千瓦左右的一个工况 你达到50千瓦的 它通过学习能达到了 达到了之后 它的油耗就会增加上去 是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到了比亚迪唐DMI 到DMP 这个逻辑 它是两头通吃的 它既能当电车用 又能当油车用 又没有续航焦虑 因为现在一旦国际 国外已经电费涨价了 那么好多人 开电车的人 如果它的用电 用油的成本一样的话 比如说我这台车 一升油能够转换成 电是3.2度电 如果我的3.2度电的成本 两块一度 比如说就接近于 七元一升的油耗 比如说一升油是七块 那么两块钱的一度电 乘以3.2 转换出来的话 如果跟油一样的话 那么用油和用电的成本 是一样的了 那比亚迪的车 糖DMP 就你想用油 你想用电 都是可以的 哪个成本低 我就用哪个 假设油成本低 我就用油 但是驾驶的舒适度 肯定是像这样的车辆 比油车更舒服 因为它是电来驱动的 油发电 在电来驱动也是可以的 而且能耗更低 你想我这台2.8吨的车辆 有些人跟我争 这个车子是2.45吨 但是我的物资 能源上去之后 我是不是这个车辆 已经达到2.8吨的重量 我带上拖挂4.5吨 那么我这样的一台车辆 它的油耗在7个油左右 不管你是城市拥堵路况 不管你是高速的情况 都在六七八 这个八升以内就能搞定了 你说一般的燃油车 在我每天去买菜 你说需要什么油耗 10个油以上很正常吗 当然我在房车营地里有电 我就充电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现在比亚迪的电车和油车的销量 是一半一半 各10万多 总的加息20多万 所以插电混动的车辆 其实是一个 目前未来10年 甚至于20年 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市场 因为它没有续航焦虑 它想用油 它想用电都是可以的 而且它的能耗 比传统的燃油车 节能30%以上 其实也更加环保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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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